辽牧宗被杀后,世宗皇帝的儿子耶律贤继承皇位,史称辽景宗。 景宗即位时,辽国刚刚经历了牧宗近二十年的残暴统治,国力衰退,百姓人心惶惶。 而且多年友好的宋辽两国关系也突生变故。 那么,景宗耶律贤会如何处理这起问题? 他能够收拾好牧宗留下的这个残局吗?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园特碑,讲述赛北三朝之了第十集,景宗中兴。 上一讲,咱们讲到人称税王的辽牧宗耶律贤被晋士杀死。 他一死,辽国的地位传承又出了问题。 为什么说辽国地位传承又出了问题呢? 这位耶律景皇帝,他只有对酒一往情深。 所以这个史籍上还真没有记载,说他到底宠幸过哪位嫔妃。 三十九岁归天,没有子嗣,所以只好找有皇室血统的其他的人来承绩大同。 所以这个大便宠,就被一个人捡到了。 这个人是谁呢? 这个人就是世宗皇帝的儿子耶律贤。 世宗皇帝遇害的时候,耶律贤年仅四岁。 这个世宗皇帝的母亲和皇后都被查哥杀死。 但是孩子又小,他当时年仅四岁,没有跟父母住在一顶宫杖里面。 所以当时的一个厨师就把耶律贤用毛毡包裹起来,藏在柴堆里。 叛军就没有搜到,得以幸免。 穆宗他在继位的这十九年期间,平定了很多叛乱。 那么凡是具有太祖太宗血脉的这些个契丹宗室贵族们,差不多被他杀光了。 耶律贤逃过了此劫。 因为耶律贤当时穆宗继位的时候,他才只有四岁,还没到该叛乱的年龄。 所以他就是躲过了这一劫,他没有被杀,一直就被工臣们保护起来,躲过了这位唐书皇帝的屠刀。 而且在他身边就围绕了一帮文武众臣,特别是士宗当年麾下这些个众臣们。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,有一些大臣是拥护追随士宗的。 士宗遇士,穆宗继位,穆宗又跟士宗不是一个爹。 所以这些个大臣就失事了。 这些大臣一失事,他们就围绕在耶律贤的周围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让耶律贤登基。 然后他们也算是从龙功臣,晋国功臣有出头再出头的机会。 所以这一次,一听说这个穆宗皇帝被杀,当时这个耶律贤已经二十多岁了,也已经长大成人。 马上在自己的两个铁杆的谋士,肖斯温,这个人是肖士嘛,是弃丹贵族。 还有一个汉族的大臣叫高勋的辅佐下,率领一千兵士,就赶到了穆宗被害的地方。 在穆宗的灵族前,继皇帝位。 这就是辽国的第五代皇帝,辽景宗耶律贤。 景宗耶律贤其位时,辽国刚刚经历了穆宗近二十年残暴统治, 国力双退,百姓人形惶惶。 此时,人们最担心这位新皇帝会不会也是一个暴君。 那么,辽景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? 他能够收拾好穆宗留下的残局吗? 景宗皇帝在位,契丹终于叛来了一个好皇帝。 太祖太宗不用说了,但是太祖太宗那个时候主要是创业,制度草创, 很多制度还都比较简陋。 世宗皇帝本来也就是个忠裁之主,结果又被杀掉。 穆宗咱就不用说了,根本提不起个儿的暴君。 所以他祸国了19年,现在来了个景宗,终于契丹叛来了个好皇帝,就开始了景宗中兴。 那么景宗做了哪些事,使辽达到了中兴呢? 其实景宗皇帝主要是做两件大事,一件大事就是他重用汉官。 基本上可以讲,在景宗朝契丹彻底完成了封建化, 就向中原国家,向中原王朝那种转化,他到景宗朝,应该说是彻底完成了。 就是继承了等于是他爷爷的这个遗志,他爷爷不是耶律贝吗? 这个遗志一直尊孔崇儒,许法中原,在景宗朝完成。 再一个呢,就是对穆宗朝那种暴政的拨乱反制,宽仁治国。 耶律贤得以成继大统。 主要是当时在他身边的主要是两个大臣,给他的这个继位啊,应该说是立下汉马功劳的。 一位是肖斯温,一位是高勋。 所以他做了这个皇帝之后,首先就要厚赏这两位大臣。 肖斯温以前做过南京留守。 辽的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。 肖斯温虽然做这个南京留守,但是呢,他全无大将之才。 而且史书上说啊,这个肖斯温呢,为人龌龊不修蝙蝠。 脏了吧唧,勒里勒特。 你一污不扫,何以扫天下。 你从这个人的这个外表上,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报复怎么样。 勒里勒特,什么都不招调。 按现代的话讲,不招调这么一个人。 所以跟中原王朝打仗,他老打败他。 因此就从南京留守的这个位置上被调走了。 调走之后也郁郁不得志。 所以他呢,投奔这个耶律贤。 更关键的是,人家肖斯温呢,养了个好女儿。 那就是肖艳艳。 也就是评书杨家将里说的那位肖太后。 耶律贤也早知道这个艳名远播的肖艳艳,草原上第一美女。 所以他这个提拔这个肖斯温,封为王爵,并且迎请肖艳艳入宫,立为皇后。 当时的肖艳艳只有17岁。 景宗皇帝是咱们讲,因为太小的时候,四岁的时候,亲眼目睹了父母和祖母被害。 所以给他幼小的心灵,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。 党大之后颠沛流离,又亲眼看见他这个唐叔皇帝,那疯子是怎么的,撒九封杀人的。 他目睹了太多的血腥。 所以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,这受到了很不好的影响。 过度惊吓。 所以景宗皇帝体弱多病,经常不能临朝礼政。 就说他这个犯这个眩晕症,经常双目一黑,上上朝双目一黑。 怎么办?就让皇后代行国政。 所以17岁就嫁给他的萧燕燕,就经常代皇帝行政。 甚至皇帝准许萧燕下旨用镇。 我们知道镇是皇帝的专称。 他可以允许皇后用这个称,用镇。 萧燕燕被立为皇后。 她的父亲萧思温自然称了国障。 萧思温看到女儿受皇帝宠爱,并且执掌国政。 便在朝着不可一世,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,买官卖官。 那么对于萧思温的这种行为,景宗皇帝和皇后会如何处理呢? 当时的景宗皇帝因为对他十分的宠信, 所以对他这种贪污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 其他的大臣看不下去了。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? 你一场胜仗都没打过,契丹男儿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 你就看养了个好女儿,这样的贿赂公行,公开在朝廷上卖官欲绝,你就干这种事。 所以有的契丹的依律士贵族就在底下暗中策划,要杀掉萧思温。 结果这件事就被破坏了,被破坏了之后,景宗皇帝怎么来处理呢? 我们就看出景宗皇帝宽人的一方面。 这件事被破坏之后,景宗皇帝,当然你甭说你阴谋杀害国家重臣, 你就是杀个老百姓,杀人偿命,欠债还钱,这是天理人情国法。 所以景宗皇帝对守恶处以杖刑,然后用这件事也来警醒萧思温。 你别做得太过了,你做得太过了的话,你看见没有,朕不杀你,老天也会杀你。 所以萧思温一看这个吓坏了,收敛了很多。 毕竟他的女儿萧燕燕是非常实大体的,对自己父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提出一些规劝。 所以萧思温就收敛了很多,你身为国障,你总要做出点表率,不能干这么不着调的事。 所以他收敛了很多。 因此我们从这上看,就是说景宗皇帝,他也不是一味的包庇皇亲。 再有我们讲,还有一位为他的登基立下功劳的就是高勋。 高勋立功,封南苑疏密使,执掌幽州,坐镇南京留守。 结果高勋,他也是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,他也想过一把皇帝。 这个东西是挺搞笑的,可能是受他们的传染,是看他们有这种风气。 一般我们说,说这个历朝历代,就中原王朝历朝历代,有全臣篡位的这种事。 一说你这个人有不臣之心,你这人简直就是操莽重生。 但是,就说随随便便是个大臣就想当皇帝,在中原王朝,这种事还真少。 一般大臣是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,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是个官,我就想造反当皇帝。 到了弃滩,因为人人都有这种徒王称帝的这种野心。 所以这高勋,他就也渐渐的有了不臣之心。 他一看,草原上当皇帝这么容易,有点兵,发动个政变,把那个人弄死了。 临前一继位,顶多烧朵柴火,烧一把柴火,我不就也成皇帝了吗? 所以高勋有意志。 现在,你又把我放到了幽州,你把我放到幽州之后,这个地方幽云兽州本身就是汉人多,我本人也是汉人。 所以我要到这个地方大力的经营,有朝一日我以此地为根据地。 完全有可能过把皇帝人。 所以高勋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。 他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,他也要忌惮景宗皇帝,因为他知道景宗皇帝绝非庸主。 怎么办呢? 他试探试探景宗皇帝。 怎么试探呢? 他给景宗皇帝上折子。 因为咱们讲过去的农业生产。 中越幽云兽州的地方,取法中原,发展农牧业。 五谷丰登六处望星,这是你的经济发展的标志。 所以他给景宗皇帝上书,说我这要发展经济,要交民更价,要让老百姓会种庄稼。 因此我准备种水稻。 我要在幽州城的周围种水稻。 请皇帝批准。 教百姓耕种水稻,发展农业生产,本来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好事。 可是为什么说高勋是在试探景宗呢? 种植水稻和谋反究竟有什么关系? 景宗皇帝能够识破其中的玄机吗? 皇上看到了这封奏章,挺好。 你看我的众臣多会为国家打算,他要种水稻。 批准,皇帝刚要提笔在奏章上批准旁边的大臣,陛下万万不可。 皇上很奇怪,说为什么不可?高勋有意志。 皇上说他种个稻子有什么意志? 这不就是让老百姓能吃饱肚子,这是好事。 没有什么意志,你为什么他有意志? 大臣问皇上。 因为皇上可能一年四季秋水春山,他可能是在草原上颠簸的,他可能不识更加。 说种水稻离不开水田。 高勋要在幽州城四周种水稻的目的是什么?灌水啊。 你稻田要一个灌水,一灌水,这稻田可就成了泥塘了。 那这变成了什么?天然的护城河。 一旦高勋造反,咱们派兵征讨,大军怎么过这片稻田? 你怎么过这稻田?你人马就陷在这稻田里边来了。 所以绝对不能批准高勋住水稻。 因此这样一来的话,景宗皇帝就把高勋的驳回去了,不允许他住。 所以高勋一看,皇上不好糊弄,我要住水稻他不批准,不好糊弄怎么办? 但高勋后来果然就反了,果然就谋反叛乱。 当然很快就被平定,高勋本人也被处死了。 所以皇帝就看到了契丹的大臣有意志的多,还是汉臣比较忠心耿耿。 当然高勋这样是个例外,但是大多数叛乱的都是耶律们和萧们。 这些皇室宗亲们,他们爱叛乱。 而汉臣相反,一旦入世朝廷,对朝廷就比较忠心。 因为这些汉臣们很明白,按照咱们现在的话讲是二等公民, 人家契丹人是本尖骨肉,你可不就是二等公民吗? 所以您夹着尾巴做人,朝廷重用你,咱们别给脸不要。 所以对朝廷反而是忠心耿耿。 因此景宗皇帝就非常的重用这些汉族大臣。 他重用的这些个汉族大臣,也给他出谋划策。 一切都是为国家的江山设计的长久的发展考虑。 其中有一位大臣非常有名,这个人叫郭习。 景宗皇帝,他也毕竟是马上天子。 契丹皇帝,九位天子,基本上, 萧武平临,游牧民族的这种, 齿叉风云,勇武之气不脱。 皇上平时最爱干的事就是打猎。 这些契丹皇帝都爱干打猎。 就包括穆宗,清醒的时候他也主要是打猎。 所以景宗皇帝也好打猎。 景宗是吸取了穆宗的教训的, 但是打猎这一条他忘不了。 所以他整天也是纵麻驰骋打猎。 于是郭习就给景宗皇帝上奏折, 劝景宗皇帝不要打猎。 这个奏折读起来十分感人。 这个奏折怎么说呢? 西唐高祖好猎。 苏氏常言,不满十年,不足为乐。 高祖极日罢猎,史称其美。 先捧皇上一通。 先把皇上比成唐高祖。 开创大唐三百年江山设计的高祖皇帝。 我没说你这个打猎不好。 我说了什么呢? 打猎是好事。 你看唐高祖也爱打猎。 马上天子,干这事很应该的。 都爱打猎,总比那喝酒强。 但是唐高祖打猎的时候, 大臣苏志祥就跟他说, 说你不满十年, 你建国不到十年,不足为乐。 所以唐高祖一听, 即日罢猎, 当天就不打猎了, 史称为美。 明君应该这样, 爱打猎不是毛病。 但是大臣一上见, 你应该听, 你一听, 你清史垂名。 所以景宗皇帝一看这, 首先心花怒发, 要把我比成唐高祖。 哎呦,我这毛病跟唐高祖一样。 唐高祖听了, 那我是不是应该听啊? 这个意思, 再往下。 正宜, 借据修行, 以怀永途。 左右, 暗议陛下, 肆意游猎, 甚于往日。 现在咱们正是, 这个修养生息啊, 陛下您仁德施政, 正是这个时代, 让大臣百姓看看, 您跟前面的昏君不一啊。 结果呢, 现在, 左右议论您, 您怎么也干这事, 自以游历, 是吧, 这怎么跟那穆宗皇帝有点, 类似了, 把这意思一说出来。 现在咱们内乱不已啊, 南有强宋, 那个时候五代十国的局面已经啊, 结束了, 是吧, 这个黄河, 长江, 珠江流域已经归于一统, 赵宋王朝建立, 赵宋王朝在刚刚建立的时候, 你想, 灭了那么多割据政权, 国力也是正强的时候, 所以, 强宋一旦知道咱们这儿文田武兮, 就要趁机进犯, 那个时候, 毁之完也, 因此陛下应该罢掉这个游历, 可保江山社稷, 这个景宗皇帝揽乐奏章之后, 大喜, 马上, 就给这个郭席赐封号, 协赞功臣, 就是你是这个靖国的功臣, 接受你的建议, 霸游历, 当然这个, 他不可能像唐高祖做到的那么痛快, 说我就, 这事我永远不干了, 他后来也还是, 有的时候固态赴盟, 打猎的这种事, 很难免的, 固态赴盟, 另外呢, 那就是说在这个景宗一朝啊, 由于他重用这个汉臣, 所以景宗朝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好, 景宗在位的时候啊, 就派手下的刺使, 就聊的卓州刺使, 就智书给宋的一位刺使, 那书中这么说, 两朝初无纤细, 若交持一界之始, 显步二军之心, 用兮疲民, 常为邻国, 不亦善乎。 咱们两朝啊, 也没什么矛盾, 所以呢, 咱们派个使臣, 派个使臣, 护前使臣, 咱们有什么话, 咱说开了, 推诚布公, 你怎么想的, 我怎么想的, 咱也不用打仗, 不打仗的话呢, 也就不会惊扰百姓, 咱们两国常为邻国, 永做好邻居好伙伴, 这事多好啊, 宋朝这个地方官接到这封尚书, 赶紧送到朝廷, 宋太祖皇帝身以为善, 所以当时的两国啊, 关系是非常好的, 所以在辽景宗朝, 跟宋的关系啊, 不错, 当时宋在位的皇帝呢, 是宋太祖, 关系不错, 等宋太祖一死啊, 出了事儿了。 宋太祖赵邝在世时, 宋辽两朝多年为友好运国, 事成往来不断, 那么, 为什么宋太祖死后, 两国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呢? 这还要从宋太祖从辽国修好的真实目的说起。 赵匡印啊, 宋太祖赵匡印,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, 戴周自立之后, 赵匡印制定了, 先翼后南, 先南后北的统一中国的方针, 所以今天就很多史学家, 就对赵匡印的方针进行了抨击, 你应该先南后裔, 不应该先翼后南, 因为如果你先南后裔, 你要先灭掉北汉, 你要先收复幽云十六州, 当时辽国在位的是那个税皇帝, 你趁着他国政不休, 是完全有可能的, 结果你先打南方那些个割据政权, 我们知道南方那些个割据政权是非常腐败的, 这个腐败, 比如随便举几个例子, 打南唐, 南唐后主是谁? 李玉, 宋朝大军压境, 不战不合不守, 不死不降不走, 整天填词, 我发愁, 我发愁, 整天这个, 醉事仓皇, 慈庙日, 教访游奏, 别离歌, 垂泪对公俄, 瞅您这点出息, 江山社稷轻妇, 你想不想对得起副祖吗? 列祖列宗, 创业艰难, 垂泪对公俄, 你灭这人算不得什么好汉, 所以说在石国这些割据政权, 如果跟草原上的辽比起来, 那是食不起个儿了, 结果宋太祖在他有生之年, 他都没能够把石国完全平定, 因为石国他是有相继的, 就是宋太祖灭的并不是十个国家, 他是有病例, 也有相继, 石国当中唯一在北方的是北汉, 宋太祖的时候, 就是因为北汉是辽的附属国, 是辽的保护国, 我有老大罩着, 你敢把我怎么样, 那种感觉, 所以他是先南后北, 先把南方统一, 当然了, 现在有的史学家认为, 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, 自安史之乱之后, 就转移到了南方, 这个时候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, 已经超过了北方, 所以宋太祖先灭南方也是对的, 反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意见, 你打了南方, 你有一个稳固的后方, 你打仗才能有经济的军粮那种供应, 但是北伐幽云的时机,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, 而且宋太祖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, 他设立了一个封装库, 设这个封装库干嘛呢? 把每年的财政盈余搁在这个里面, 攒的, 他攒的不是钱, 是采捐, 就攒这个捐, 他打算攒够了三五百万匹采捐之后, 用这个东西跟辽赎回幽云十六周, 就说这个我到时候跟辽说, 你站在中原这地儿也没什么用, 你也不会治, 是吧? 然后干脆你站中原, 你不就想捞点东西吗? 我现在给你三五百万匹采捐, 你把幽云兽洲给我赎回来, 太祖皇帝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了, 人家要幽云兽洲可不仅仅是为图这点仇子, 所以太祖皇帝也想, 如果辽要不答应的话, 我就用这三五百万匹采捐, 招募死士, 讨伐辽国, 太祖皇帝计算, 辽有十万精兵, 我二十匹采捐买他一颗人头, 是吧? 二百万也就够了, 二百万也就够了, 所以皇帝整天就在攒捐, 攒捐准备这个, 所以忠这个宋太祖之事啊, 并没有跟辽这个撕破脸, 宋太祖一死, 我们都知道继位的皇帝是他的弟弟宋太宗, 这个宋太宗怎么继位? 竹影俯升千古弥暗, 所以当时这个就有人就, 就怀疑这个太宗的这个地位啊, 来路不正, 就怀疑他的这个地位, 来路不正, 按照宋太宗自己这一派人的说法, 是说什么呢? 他们的母亲, 就是这个太后啊, 有一次问宋太祖, 说这个, 你说你为什么能够当皇帝得江山啊? 宋太祖就奉天成运了一番吧, 咱们赵家祖坟风水好啊, 长灵芝了, 怎么怎么着, 就类似这种话, 祖宗怎么怎么着, 母亲教导怎么着, 然后我又怎么着, 反正就说这么一番, 结果这个太后摇头, 不对, 不对, 你为什么能当皇帝, 就因为后周世宗走得早, 是吧, 人家太后玩, 你说来没必要在这儿就客气呗, 后周世宗他走得早, 英年早逝, 你欺负人家孤儿寡母, 你能得天下, 对吧, 因为后周末代皇帝公帝柴宗训年仅七岁, 可不是孤儿寡母吗, 你得天下, 所以咱们家好不容易有了天下了, 那这种事可别在咱家身上发生, 是吧, 当然太后这话也不能说太白了, 是吧, 就万一你要走得早怎么办, 是吧, 你的孩子不成才, 相反, 你弟弟赵光义晋王跟随你多年啊, 跟着你南征北讨, 出生入死, 而且他也是这种谋国之士, 所以你最好把帝位传给你弟弟, 你给你弟弟, 确保咱江山永远在赵氏手中, 据说太祖皇帝欣然允诺, 所以这个帝位就传到了太宗义手里, 就赵光义手里, 当然这是太宗这一伙人, 他们自个儿说的, 是吧, 无从考证, 当时就他们妮仨在场, 这个太后说了什么, 太祖皇帝是不是同意, 没人考证, 因此他继了皇位之后, 大家都认为他帝位来的不正, 那么他帝位来的不正, 他就要想办法给自个儿证明, 是吧, 那么他想办法给自个儿证明, 对内咱不用讲了, 谁敢怀疑我, 谁去陪伴先帝, 哪个都是这么干, 哪朝的统治者都是这么干, 你怀疑我, 你就去陪, 你不是忠于先帝吗, 你不是觉得太祖, 那你去追随太祖去办, 反正都是这么干, 这事很好理解, 那么对外他怎么办呢, 就是太祖未完成的遗愿, 我要完成, 对吧, 太祖皇帝, 这个九百七十六年, 公元九百七十六年归天, 这个时候南方已经抵定, 十国当中还有一个政权, 他没有平定, 就是谁呢, 北汉, 建都在今天的太原, 所以太祖没有完成的遗愿, 我要完成, 太祖两个遗愿没有完成, 第一, 灭北汉, 第二, 收回这个幽云十六周, 所以这个太宗皇帝在公元九百七十九年, 就出动大军, 去灭这个北汉, 北汉既是辽国的附属国, 又是辽国的天然军事屏障, 因此多年来一直受到辽国保护, 宋太祖在世时, 曾三度率军攻打北汉, 但都被辽国援军击退, 因此他致死都未能完成平定北汉的祖愿, 那么这次宋太祖率军出政, 能够完成太祖的遗愿吗? 北汉国主得报, 宋朝大军来了, 而且是太宗皇帝亲自领兵强来, 就急急忙忙奏报上国, 奏持上国就报到辽去了, 有人打我呀, 我是你的藩属国呀, 老大你得帮忙啊, 所以当时的辽景宗就派遣宰相大将, 率军增援北汉, 宰相不知兵士, 他来了之后啊, 他领兵来, 可能更多呢, 是一种这个什么呢, 就是摆一摆姿态, 摆一摆姿态, 而且这种姿态啊, 应该说愣不好, 还主要是做给北汉看的, 你看小兄弟, 老大很重视你吗? 我把宰相派出来, 志愿你宰相更多做姿态, 也给宋看, 是吧, 我很重视, 这是我的附属国, 我很重视你是皇帝亲征, 是吧, 你皇帝亲征的话, 我这也不能太掉价, 是吧, 我们皇上不来, 派宰相来, 结果这个, 呃, 宰相大将, 监军, 这撒耶律不和, 这撒耶律不和, 呃, 宰相啊, 不知兵士, 关键打仗的呢, 是统军的大将和监军, 大将主张慎重, 监军贪功, 是吧, 大将认为这个, 这个, 我们没跟宋朝打仗, 是吧, 那么我们不知道宋兵的实力如何, 所以这个禁军呢, 以缓不以速, 稳扎稳打, 他主张慎重, 监军贪功, 是吧, 咱们以前也不是没跟中原人打过吧, 太宗皇帝的时候大军南下, 玩了就把那后禁给灭了, 是吧, 现在宋朝他能怎么着, 是吧, 他这个开国的那个皇帝, 那应该是马上天子了, 赵匡英应该是马上天子了, 是吧, 据说一条盘龙棍打平天下四百军州, 他那么厉害的人, 他都没灭得了北汉, 现在他弟弟继位, 这个七单朝廷啊, 想必对宋朝的内幕, 也不是一无所知嘛, 名不正言不顺, 怕他什么呀, 赶紧一战成功, 然后咱们好解了这个盟邦之为啊, 然后咱们也能回朝奏民主上, 齐功一戒, 因此这两个人争论不下来, 最后需要这个宰相裁决的时候, 这个宰相因为不支兵啊, 就被监军就给游说动了, 所以这个就同意了这个监军的主张, 因此呢, 辽军轻机冒进, 主帅很沉稳, 说既然这样不若分兵, 你们俩主张冒进, 你俩就送死去吧, 本帅不陪你们玩, 我不去, 所以这辽国兵马就分兵了, 分兵之后, 监军冒进, 主帅不接应, 果然被宰军打了个惨败, 因为好像这个辽国一共就来了两万多人马, 宋朝十几万大军嘛, 所以这个一下被这个宰打了个惨败, 幸亏有这个稳重的主帅, 收拾残部, 徐徐退去, 而北宋他的主要的力量, 主要的精力在这个时候是要灭北汉, 还不是要跟辽较劲, 还不是跟辽较劲, 所以把辽国的援军打退, 宋军也就没有乘胜追击, 就没有追进辽境, 关键是要灭北汉, 辽军一退, 北汉可就是孤掌难鸣了, 所以宋军就围住了这个太元城, 昼夜攻打, 最后北汉就被这个宋朝给消灭了, 北汉是辽国的附属国, 而且辽国之人北汉的军队也被宋军打得惨败, 那么宋太宗灭掉北汉, 会不会影响到宋寥两国多年的友好关系呢? 削平了北汉的这个心腹大患之后, 太宗皇帝就得意洋洋, 至得意满啊, 你看, 我哥哥没有完成的大事一桩, 被我完成了, 看来北汉被灭掉, 辽不在话下, 派了个使臣去辽庭, 给辽报喜, 听着啊, 我已经把你的小兄弟灭了, 你庆贺庆贺吧, 就是去给辽报喜, 辽景宗非常生气, 什么人性啊, 这叫, 跑我这儿显得来了, 因为两元大将将相双双败北, 景宗皇帝正在气头上, 不是咱们辽兵不能打仗啊, 就是因为宰相不支兵, 将相又失和才打了外仗, 这儿正生气呢, 宋朝居然派人来了, 是吧, 我灭了北汉了, 咱俩不是有好邻邦吗, 是吧, 从太宗皇帝时代, 咱不就是有好邻邦吗, 我哥哥死了, 你不还来调宴了吗, 现在我们国内有大喜事啊, 我把你的附属国给灭了, 你应该来庆贺庆贺啊, 对吧, 所以景宗皇帝非常生气, 是吧, 什么人性啊这是, 是吧, 然后看到这个使臣呢, 伶牙立齿, 是吧, 跟那说天花乱坠, 那我们国朝如何勇敢, 如何如何厉害, 然后北汉怎么被灭, 那说天花乱坠, 景宗皇帝就跟这个使臣说, 说你们皇上的人性不怎么样, 是吧, 这个把你派来, 那让你来送死, 是吧, 你想想我正在气头上, 是吧, 皇上居然把你派来, 跟那吹嘘这个怎么灭北汉, 然后还让我去道贺, 你们皇上没安好心, 让你来送死, 你跟你们国内待遇也不怎么样吧, 是吧, 说如果你效忠我朝, 是吧, 我会非常非常重用你, 这个大臣一听, 断然回绝, 是吧, 我是来出使的, 又不是来投降的, 对吧, 我不辱皇命, 我怎么能向你契丹人投降呢, 那我身负皇命而来, 两国正常交往, 确实我们国家有大喜事, 你就应该道贺, 你不道贺是你不懂礼吗, 哎, 辽景宗一看, 有种, 那行, 那行, 是吧, 你回去吧, 你可以这个回去了, 这个, 道贺的事呢, 容我们君臣商议商议, 你回去报给这个, 你家主公, 报告你们国家的皇帝, 啊, 聊景宗那个意思啊, 再明确不过了, 是吧, 你看, 这个北汉球员, 我派兵, 啊, 我希望你北宋啊, 懂得见好就收, 你十多万大军来讨北汉, 我呢, 派两万兵马驻镇, 其实我更多啊, 就是做个姿态, 给这个北汉看看, 而且呢, 我也让就是告诉北宋, 北汉有老大, 有组织, 是吧, 你能罢手呢, 就罢手, 你没罢手, 那这事就算了, 是吧, 你灭了北汉了, 我也没说什么, 是吧, 希望两国呢, 仍然能够和平共处, 互不侵犯, 他希望宋使把这个意思, 带回给这个太宗皇帝, 是吧, 带回给宋朝, 结果宋使回来, 把这个经过啊, 跟这个太宗皇帝一说, 太宗一看, 你看见没有, 是吧, 辽被咱吓破胆了, 我让我的使臣去提这么无理的要求, 他都没敢把我的使臣怎么样, 行, 辽, 不足位, 既然不足位, 可以以兵图之, 于是, 宋太宗, 协灭北汉之余威, 亲率十余万大军北征, 准备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, 结果, 怎么样呢, 我们下一条再讲, 谢谢大家, 宋太宗轻松灭了北汉之后, 向一鼓作气, 亲率大军出征法辽, 一局收复幽云十六州, 幽云十六州乃战略要地, 辽军会派何人再次接手, 而宋太宗又会用什么办法来攻城呢? 宋辽之间将会展开怎样的激战? 这一次, 宋太宗能否收回幽云十六州?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取校高级教师袁腾飞, 讲述塞北三朝之辽第十一集, 北宋伐辽